德国宪法保卫局指称 中国间谍在德国活跃 他们刺探当地中国反对派组织 法轮功和维族藏族社团 也有德国华人学者指出 近年来大批身份不明的人出现在欧洲 去年6月 德国法庭第一次宣判中共610间谍案 德国宪法保卫局跟踪监视这名间谍长达4年 学者透露 这名罪犯不仅刺探法轮功情报 而且也刺探其他异议人士的情况 德国宪法保卫局在最新年度报告中写道 同时有好几个中国情报机构在德国活跃 他们主要是搜集经济和政治情报 但也刺探中国的反对派组织 除了刺探法轮功的成员外 也针对争取家乡独立的维吾尔族人或西藏人 对他们监视或威胁他们 宪法保卫局的这份报告声称 中国情报部门在德国搜集情报时采用不同方式 对德国的目标人极其谨慎耐心 对其同胞和华裔却更为直接了道 在德国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大约有7万9千名 构成中共情报部门获取信息的巨大潜力 根据这份报告 2011年4名中国间谍在德国被判决 3名中国公民在慕尼黑被判处唤刑 因为他们暗中监视维吾尔族社团 一名德籍华人在位于策勒的夏萨格森州高级法院被警告 他搜集法轮功的信息并向中国传递 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后在波红卢尔大学研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问题的旅居德国学者 钟维光表示 近年来欧洲大陆出现许多身份神秘的人士 就是在这些年里头 实际上每一个在这活着的留学生学者 他们都会感到有很多的在暗地里观察你 刺探你的眼睛存在着 很多人到使馆签证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的麻烦刁难 倘若你有一些个跟政府不一致的行动的话 这些东西呢都是中共在这里头撒下的直接和间接的所谓间接网所做的 另外呢在这些年里呢我们也深刻的感到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人 你不知道他以前是做什么的人突然出现在欧洲德国等国家 这些人的情况呢实际上对周围的环境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 德国首立中共610间谍案于2011年6月8号寻判 被告人朱超英被判处缓刑两年 并被处以15000欧元的罚款 朱超英是第一个由于为中共情报机构刺探海外法轮功团体的情报 而被判刑的德国华裔 中共当局打压法轮功的核心机构610办公室 也因此在德国社会曝光 朱超英自2006年3月起与中共610办公室密切接触 平凡地将海外法轮功学员的信息提供给中共情报机构 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使用的网络服务器密码 以及德国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信息 德国反间谍机构宪法保卫局 在朱超英第一次与610高官陈斌 在玻璃市中心酒店见面之后 用了长达四年的时间对他进行跟踪调查 2010年5月 德国警方搜查了朱超英在德国的住所 随后德国检察院开始对他进行正式调查 朱美光透露 朱超英也曾经跟他接触 并向他探听异议人士的活动情况 提个例子 在我认识这个人的时候 正好是在法兰克夫书展 那年是中国年的书展 在我认识这个人的时候 他首先跟我探听的就是在法兰克夫书展 我们会举行哪些个异议人士的活动 朱美光指出为中共极权政府卖命结局悲惨 他奉劝这些人悬崖立马 凡是做这样的事情的人 如果他是县民的话 他一旦上了这条船 他就很难下船 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 中共是不会救他的 他就会发现 他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凡是从事这样活动的人 为一个极权国家 为一个非正义的国家 邪恶的政权工作了 大家都知道 在历史上都没有好下场 过去在东德有很多很多为共产党 直接和间接命令警察工作的人 柏林强倒立后 这些个人都直接和间接的受到了惩罚 或者说是报应 德国检察院在针对周超英的公诉书中说 610办公室作为中共为打压法轮功 而于1999年6月10号特别建立的机构 属于中共情报组织的一部分 周超英向610办公室提供法轮功学员的信息 触犯了德国刑法第99条犯有间谍罪 检察院在法院陈词中强调 德国绝不能姑息间谍行为 并应将其行为公诸于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